她的画二位 正在许多互 我与他一位 正在许多互 她的答应 她的答答 她的答应 好 我们先进来 義羞 挑战 辽民和善 撒家圣天上司 十六诗大幅画玩卡玛巴 图灯当体上诗 敬礼 言果雷战士 谈成诸诸 十五诗 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 各位同盟 言果雷战士的主席 还有所有的理事会员 刚刚主席所讲的 很多的这个国教的这个师长 会员 另外 还有 从美国来的 这个中华民国驻休斯顿大使的夫人 这个 Judy 哈米斯在这里 所谓的配音 所谓的同盟 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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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 马拉 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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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沙 马拉 感谢观看 有的时候 有没有用线 这个音响啊 是用多少钱装的 怎么那么烂 怪不得我敢讲 是保证是好的啊 很久以前啊 我就听到这个 盐果为战士 叫盐果堂 这个名称 他以前呢 有一个出家的比丘名 年纪好像 六线啊 有没有用线的 有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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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江奶奶 啊 他希望那个 用的音响会好 用好一点 如果用这样子 烂的音响 怎么会延满呢 怎么会延满呢 那位比丘尼还在吗 这里没有 这里从来没有一个这个 比丘尼是盐果堂 盐果也像是没有比丘尼吧 哦 哦 是三十来这边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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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吗 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是 不是 没有那么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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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年轻啊 啊 啊 哈哈 他是老的 还老的 年轻的 级的 年轻的 我讲大丶 联尼 是不联尼 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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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的 瘦 绔尚的联尼 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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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真的帮忙过啦 零米有长过吗 零南法师 对对 刚刚刚刚刚刚刚 有啦 四零米 四零米过这里帮忙 对 没长家过 不曾忙会把他忙 所以 一家晚上 他已经晚上了 所以 他时间过得很快 四零米 所以这个 我首先还以为说 诶没有李秋 难道这关系不上话 这种机会 哈哈哈哈 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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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响还是有问题 哈哈哈哈 离战 离战 那么刚刚呢 有一位这个 吃眼火塘的吧 他到了这个 台湾的这个 大登文化 大品活动中心 这个 他一个礼拜 诶 既然在地上 因为我走过去 他一个礼拜 在地上 他就捡到一个蛇蝎 那个师兄在哪里 那个师兄在哪里 他站起来 大家看他一下 然后他捡到师尊 他说那个蛇蝎只是师尊了 从师尊的那个喇嘛群里面掉出来 这是穿得到群 我一直很奇怪就是说 我到底师尊是从哪里 他妈妈心里面 走过去以后他掉出来 我不清楚 我自己 自己从来没有剪过 哦 有限的楼下听不到 无限的楼下听得到 那频率已经调高 那我试看看 那我清白了 那我童有关 我差点了 是谁要比辟的 当你去台湾 他在楼上 他向台湾 他在楼上 沙发的沙发 当他跑到沙发 他在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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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叫做延满 没有挣到果位 还不叫做延满 所以这个延果堂 延果那一张是 就是延满的挣到了果位 那是意思 这个挣到了果位 他就会生十里 那么没有挣到果位 他就会生孩子 就是修行跟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关系 没有一样东西 这个故事 有一个儿子跟他的爸爸 爸爸正在看电视 突然呢 男主角 跪下来向你主角求婚 儿子很好奇的问爸爸 爸爸 爸爸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 有没有跪下来 爸爸讲没有 儿子问为什么 爸爸说 你妈妈讲 以后会的机会 这一次更多人 这一次救命 儿子 在士保特訊重大的讃 是一堆男 男朋友和我們看電了 文翻譯 亦先提醒下 behöver老 literally 他 very前不會 他的老父母 他們問他說 父母 他不有勞 母母 是哪兒 父母问他 他不可以 女儿 criança 那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 我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个很重要一点 为什么 难的跟你的求分 难的要回下来 为什么你想想看 为什么 为什么难的跟你的求分 如果是两个人平等的话 两个人都要回下来 为什么男生要回 女生就不用回 那为什么是男生像女生就不像男生就分呢 那么女生如果像男生求分的话 女生应该要回下来 所以这里面就不是很公平 为什么不可能 女生就没有回下来 如果女生就没有回下来 那么如果女生就没有回下来 这是一个关系 但事实上大家想不想 又没有圆满 这个事情 本来就不是圆满的 我以前我在大法会的时候跟大家讲的 结婚以后 大事有男的管 小事有你的管 其实家庭里面哪里有什么大事 全部都是小事 你的做什么 你的就是管财政部长 这个也不公平 为什么你的总是管财政部长 男的就不是财政部长 在所有家庭里面 男的老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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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意见相同的时候 你的要财政 两个意见不同的时候 男的要财政 即便 老公 老公 如果你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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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显现的本身来讲起来的 男女本身就是不平等 男女本来就是不平等 也就是说 本来就不是严满 但是要 两则不严满 变成严满 就必须要学习佛法才能够严满 不学习佛法永远就是在那边政治 例如说 在那边没有什么事 不有什么事 不有什么事 只能学习佛达达 我们能够达到最终 另外还有一个不严满 人跟动物其他的动物之间 也是不平等 这世界充满的都是不平等 同样是人就已经不平等 尤其是人跟动物 有一个事业 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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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事件 驾车经过山下 不小心 年死了 动物 他家的一头大公猪 这个老龙姑 见状非常的着急 嘴里一直在念 完了完了 念个不停 这个司机 是一个神士 连忙下车跟他道歉 说对不起对不起 便且安慰他说 别急 我负责赔赏就是 负责赔赏就是 这个龙姑啊 就气急败坏地说 你怎么赔啊 老龙姑就讲说 你又没有他赔 再说呢 他每天能跟十几头 母猪交配 你行吗 小梦 本来自我负责赔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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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人和动物本身也是不评的 这世界上充满了就是完全不平等的这种事情 也就是不圆满的事 所以一个 我的弟子 首先要观察这世界的一切 你看到世界的一切 都是不圆满 那你就会懂得 什么叫做随顺 不要急着把它矫正 成为圆满 因为 一切的东西都是有缺点 都不是圆满 你知道有了缺点以后 你就要懂得 去随顺 这样子的家庭 它才会变成圆满 从来说 我们知道 我们的家庭 并且不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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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并且不合选 所以我们可以 能够得到 一个家庭 的一切 我们谈到这个人间的事情 刚刚我讲那个老的比丘尼 他已经是提开人间 他已经提开人间 那么刚刚有一个比丘尼 他是比较年轻 是比较年轻 年纪上的差别 存在着在人间本身的身体的固件 年纪大一点 他的身体就会败败 年纪轻一点 他就能够跑 能够跳 那么身心啊 身体都非常的健康 而且能够活活 洋溢走一种青春的气息 年纪老了 他就变成寡妇的灵 有的时候啊 就是有周文 那么脚也没有地 血压也向上 这世界上 就是连时间 年轻和老年 之间都是有差别 都有差别 那就是 tendon辞 coração 有 fly 有中国辞ionen 随了 即便 想到 是 很冷 很好 并 蜘蛛 酷 美 是 我们讲一个简单的故事 这个有一个男人想跟妻子一分 但又害怕伤害到三岁的女人 意思他讨论你们说 妈妈老已经不漂亮 给你换一个漂亮的妈妈好不好 这个女儿呢想来想就讲 我不要 你的妈妈那么老为什么不换你妈妈 ada sebuah cerita lagi ya tentang seorang lelaki yang pengen cerai sama istrinya tetapi dia mempertimbangkan anaknya yang masih kecil yang baru anaknya yang baru 3 tahun dia berbohong membuncuki anak kecil anaknya anak putrinya bahwa mama sudah tua papa mau gantiin mama yang muda yang cantik kemudian si anak jenik ini pikir sebentar dia menjawab saya tidak mau karena mamanya ayah sudah tua kenapa ayah tidak gantiin 那我今天在这里讲这个 最主要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懂得学佛 才会平等 才会平等 你不懂得学佛 你在这个世间上 你就会感觉到一切都是不公平 因为学佛以后 你会知道 这里面 都是有因果 有因果 有果报 有因言 有果报 才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心,平,气,和 而且也懂得什么叫做忍住 cerita maha guru tadi mengenai suatu arti yang sangat mendalam bahwa hanya dengan belajar buddha dharma baru kita bisa pelan-pelan menuju merasakan suatu keadilan dan kesempurnaan karena setelah kita mendalami buddha dharma kita bisa mengerti adanya sebab akibat adanya hetu pratea dengan begitu kita akan menerima dengan pasrah 那么在佛法里面呢 佛陀认为 这个 六度法当中的 这个忍住法 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能够忍住呢 是因为你懂得 佛法以后 你才懂得忍入 那你忍入了以后呢 从忍入里面 去体会整个人间 然后再体会到 你自己的忍入 而变成没有忍入的那一种 严满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证明呢 叫做无声华忍 无声华忍是 忍入到没有忍入的那一种境界 叫做无声华忍 那无声华忍得到了 就等于说 你在人间的修行 已经一切都也满 谢谢大家 我们将能够得到一种程序 我们能够得到 无论感受到的感受 无论感受到的感受 无论感受到一种程序 我们将能够得到一种程序 我们将能够得到一种程序 那么果味是 佛的果味 它本身把它分成好多的果味 那么有所谓的人圣 人圣 就是说 你已经是一个严满的人 就是你修行真的严满的人 是属于人圣 那么在修行呢 你能够花菩提心 去帮助其他的人 你就赠得了 这个天 天 天圣 天圣 有天圣以后呢 你在 你在 能够看到自己的佛心 已经明白了 宇宙的道理 又看见了佛心 这时候 你融入佛心 灭盖 灭盘 就称为 阿罗汉 就是阿罗汉的圣 就是生文圣 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 你得到的生文圣的果 你又能够花菩提心 去自解 解它 自度以后 还能够度它 你就进入菩萨圣 当你菩萨的这个果味 做到非常严满的等觉 跟妙觉的时候 你就称为佛 叫做佛圣 它分成佛圣 菩萨圣 生文圣 天圣 跟人圣 就属于佛教的方式 在漢圣 在荡元的中文圣 对某些水平的 由我来讲 正在一个人 人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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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知名传来 transmタイヤ sampai mencapai kesempurnaan itu yang disebut dengan nyana buddha atau tikatang buddha 在禅中有一句话 你如果 开武了 那你也见了 这个结果 就是自然成 结果它就自然成就了 我们今天 学果 就是要学习 去圆满 去圆满的人 那么在圆满了天 在圆满了生物 在圆满了菩萨 成为一个 最后成为一个圆满的果 在圆满了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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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佛法里面有一个境界 就是自然 有一个境界 就是自然 这个自然 这个道 非常的深 道不是一般的自然 一般的自然 一般的自然 是这样子 今天来到了这个 三杯 来到了三杯 其实在太热 想买了几个鸡蛋 你随便放在这个车的窗戈里面 很自然的 它就浮出一些小鸡出来 你买一个凉席 在三杯 这个凉席 虽然是凉席 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它就变成了 这个电坛 电热坛 非常的热 今天有体会到 走在机场的马路站队 就有体会到 这个汽车啊 今天本来是这个主席 开车的 这个在那边 弄了半天车子了 这个排胆方面 它就是卡住了 卡住就弄不下了 但是因为可能天气很热 它一下子它就能够 又能够开动 又能够开动 天气这个 这个车子呢 自己就发动了 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 里面两个都笑了一下 一个陌生人跟你 在很热的天 两个看见了 笑了一下 就变成熟人 哈哈 人就熟了 人就熟 这个如果桌子摆在这个外面啊 你们四个人 拿牌的话 那个牌都会浮掉 就浮了 天气热 自然有一些现象 在最热的天 因为既然那个蛋 给它挡一挡 放在那个 这汽车前面的这个甲板上 这个铁板上面 它就变成一个核爆蛋 哈哈 然后再热一点 你就可以在那边见牛排 哈哈 牛排 七分熟的 Million Whale 这个 Million Million Whale 然后 Whale蛋 通通都可以关起来 就在你的汽车的那个 前面的板上 我相信你们在这种天气之下 应该有这个经验 不必到餐馆去吃牛排 去把生的牛排来 然后 然后 某一点油啊 在你的车子前面的板上面 擦干净一点 就可以 建成 这个 Million Million Whale Whale蛋 通通都可以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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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 quickly Pan 工 Bして 这个就是自然的道理 天气热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自然的道理 现在我们人是非常厉害的 人已经有了进步 你看吗 这个走在路上 你们这里一定有蛇 有死内 有蛇 这地方一定有蛇 天气热 附近又是森林 又有树木 一定有蛇 人现在进步了 在路上踩掉一条蛇 这个蛇咬你一口 不久你看那个蛇就吐白沫 他就死了 你还好 有没有奇怪 当然奇怪 因为这是自然的 你从小喝的牛奶 本身就是这个重金属的牛奶 哈哈哈哈 那么你吃的这个面包啊 都是防腐剂的面包 防腐剂的面包 跟防腐剂的所有防腐剂造出来 你吃的青菜 全部都是荣药 你吃的鸡啊 就是打这个生长极树 打生长极树 或者是打瘦肉鸡的 打那个瘦肉鸡 牛也打瘦肉鸡 猪也打瘦肉鸡 鸡也打瘦肉鸡 鸭也打瘦肉鸡 鵝也打瘦肉鸡 你吃的瘦肉 全部都是瘦肉鸡 吃的青菜 都是荣药的 喝的都是荣药的 喝的都是荣药的 我们人现在 身上所有的毒啊 比外面的蛇还毒 自然的蛇咬我们一口 他就吐白沫就死了 哈哈哈哈 ada一次还有一个 тем其他 dis明显 就是 在并有很多 牧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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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这样 自然 另外 你如果学了佛法 以后 你的人就严满 当你严满的时候 你就变成百毒不清 任何一个东西来伤害 你都认为没有死 没有死 无死 什么叫做无死 就是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来伤害 都会变成无死 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境界 是因为你学了佛法本身的 无所得 无所得 无所入 无所规 因为你因为清楚明白宇宙之间的大道理以后 你永远不会受到伤害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圆满 而证悟的人 严满 而且是有证悟的人 那个时候啊 任何一种外面环境的影响 都不会动难你的心 都不会动难你的心 那么从此以后 你也能够一心不断 在 安静之中 在相和亲近之中 过来修行的世 Mahaguru dengan cerita ulang tadi adalah suatu ilustrasi kepada kita dengan kita belajar buddha Dharma sampai suatu saat kita menjadi tidak bisa diserang oleh segala macam racun pengertiannya itu adalah tidak bisa diserang oleh berbagai permasalahan jadi kalau kita sudah sampai tingkatan yang dimaksud dengan uswode tidak ada yang kita ingin mendapatkan kemudian uswode tidak ada yang menetap kemudian uswode tidak ada persoalan persoalan maka kita juga sudah mencapai tingkat yang sempurna dan hati kita tidak bergerak pada saat itulah kita bisa konsentrasi tidak terpengaruh oleh kondisi apapun terima kasih Rekindang 请问 等一下要 灌顶 这个罪数捷 网生法 对 还有 这个 铁森 铁花同志 传承的法 铁花同志传承的法 金刚才是 金刚才是 唱回法 这三个灌顶 等一下要给大家灌顶 这个 徐宗 金刚才是 那个 唱回法 就等于 环境法 你要 像圣人一样的 环境自己 你这个 身 三 火 四 意三 你就是 身体有三种 戒律 佛有四种戒律 那么 这个 意念 深 三 火 四 意三 意念 也有三个戒律 你要懂得这个戒律 你不要换了 佛教的戒律 佛教的戒律 换了以后 就要用 金刚三朵 唱回法 去环境 当你一直 念 金刚三朵 满日明 观想他的清净光照 你祈求 你犯了什么错 经常跟他这样子讲来以后 这个金刚三朵会放光照 甚至在夜间 出现给你磨顶 金刚三朵夜间 出现给你磨顶 这样子的方法 叫做环境法 也就是 忏悔法 那么 忏悔来以后 他会出现 颤相 颤相表示说 你已经环境 这个法 是非常重要 因为仍然没有错 错了以后 就要改 改了以后 跟金刚三朵 忏悔 出现颤相 那你就是环境 环 我 本来的清净 叫做环境 我们必须要避受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避受了 有三种各样的 在我们身上有三种各样的 在我们的词上有三种各样的 在我们的思念上有三种各样的 我们必须要避受了 如果我们已经有多的 我们必须要做了 我们必须要做这个语教的 然后以后会有一个爆发的 我们将这些语教会 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必须要做了 而是说 你 要你 你修了这个法 很快就会往生 便不是 而是说 你 你 你经常准备走 准备 你能够在一山之间 你就会做上莲花 往生这个莲花统子 Maha桑莲子的 郭郭靖 这个重点呢 重点是在准备 因为我们 每一个佛教徒 几乎每一天 像我来讲 我们每一天 要睡觉 念一个简单的奏 往生净土 超生出土 Nammo 阿弥陀佛 Nammo 佛达 你经常要这样子 Nammo 佛达 往生净土 超生出土 Nammo 佛达 这个是很简单的几句话 你一直这样子 念念念念念 很快你就睡着 但是有一天 你眼睛一闭 一张 就是一个晚上就过去了 一天就过去了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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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的 Town 一天 一天 佛达 佛达 一天 一天 另外一天 那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 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个人 晚上上床睡觉 早上去看他 他已经没有呼吸 同门当中 一个是这样子 他今天晚上好好的 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他不见 离开人间 他就在睡梦中就走 所以这床睡觉 往生煌 是一定要学的 那是要准备 师尊每天晚上都准备要往生 睡觉的时候就躺下来一直念 往生净土 超生诸佛 这床他就化为莲花 当你突然间刹那之间 心脏不跳 血液不流了 这个肌肉麻木了 骨头不能动了 因为你有修行 每天晚上都祈求 阿弥陀佛现身 阿弥陀佛在那个时刻 时刻 他就现身 他就会接引你 往生到清净的魔法 这是最速捷的往生 其实在床上睡着 一个晚上就死掉 就是第一等死亡 最好的 没有经过 医院 久病 产生的那种死 这是第一等死亡 这是第一等死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这不是一个故事 有很多人 可以这样子 晚上睡觉 早上睡觉 早上睡觉 那样的那样 那样的那样 在床上睡觉 在床上睡觉 是一种的那样 那样的那样 那样的那样 像是一样 那样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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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床上睡觉 夜纳心 背上睡觉 在床上睡觉 那样的那样 那又生意 是一样的呢 我们家晨睡觉 有什么想法 特别很感动 在床上睡觉 那样的那样 niet中的患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被搭配了年燕的战争 那时候讲是中国中的传承化流 也就是传承的这个化流的大家识 大家看那篇文章就对 大家听过 我也讲过 刚开始的时候 你是出生的小孩 他先坐斜步车 斜步车你们这里有吗? 我想应该有 就是一个圆圈啊 他两只脚踩着地上啊 屁股啊 有一个坐垫啊 他这样摇来摇去 摇来到处走 斜步车 baby的斜步车 再来呢 你就到学校去 做了什么? 就是年纪很轻的那一种小板凳 小学生的那个板凳 就是在坐的 再来你坐什么椅子呢? 再来你大学生啊 你坐那种大学生的椅子 你坐下来 前面有一个小的板 小的板在你前面那种大学生的椅子 你就坐那一个椅子 哦 斜步车坐完以后呢 你吃饭的时候就有吃饭 前面有一个板子 那你坐在里面 大人坐在旁边 把你围起来 你就坐在里面 那个 那个 坐那个 小朋友的那个 餐馆的那一种椅子 哦 这里也有吧 有 再来你就坐小学生的椅子 再来你就坐大学生的椅子 再来你就坐董事长的那一种摇椅 可以摇的旋转的 大老板的那一种椅子 再过来就不太好 再过来就坐轮椅 啊 当你做完董事长那个摇椅以后啊 最后做的你就是坐轮椅 告诉大家 没有一个人啊 没有一个人啊 不如例外 每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做出来 做到最后 当你做轮椅做很久了 你要体悟到一件事情 人生啊 你在争什么 有什么好争 最后大家一起坐轮椅 一起尽量老院 还没有坐轮椅以前 你还可以 这个帮助 做那个帮助你的这个 那个手的椅子 用一只手 那个打手那一种邪步 那个你 你又变成lady 最后你终于坐轮椅 你已坐轮 人生也差不多坐轮 没有人能够例外 那你还争什么 哎 母亲 hart对 due 刘二 曲解决订 如果 procurem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